驾 简便党这党的事啊 咱们拖的时间太长了 是啊 照这样下去 几百号人犯 我们得关到什么时候啊 总不成 皇上南巡到了山东 还让他老人家 发现我们监牢里 还关着一大堆不明不白的简便党吧 大爷 这皇上出巡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光筹备就在两三个月 误不了事 我最担心的是前锋这头将驴 他不依不饶啊 这皇上早有定论了 他老人家还夸我 不认为了宜俊这百丑呢 我怕什么鸟前锋啊 大人这么说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明天马上催促济南府 这个刘德成办事也太拖沓了 他所想的地区 简便党的赎银都没有收起 其他的中仙的银子就更打麻糊眼了 可不是吧 大人大人 钦差到了 拿下 这 走 走 走 干什么 醒钱的 我所犯何罪啊 你竟敢拿我 何神兄 国太 我与钱大人是奉旨前来 你有罪无罪提审时再说 此时不得抗之 带走 走 走 封锁巡抚衙门 把所有的人看惯起来 不许走动 所有文读帐册一律封存 走 钱大人 请你拿钦差官房 密调一哨绿营兵 前去查抄国太府 我让刘全这个奴才协助你 好 我就去 快 快 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 快 快点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全 贴风条的事让别人去做 对了 你把国台账房的账本拿来 待会我要核对账目 奴在这就去办 快去 钱大人 这份简便党匪名册就是国台的罪证 这怎么回事 看了以后再说 这名册上所谓简便党都是良民 证据我去找 何大人 你说这怎么办 现在已经没有封锁消息的必要了 你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 好 先生济南府这个狗官 他不着就宰了他 刘大长 卑职在 你知罪吗 卑职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罪名 请大人说明白 来啊 给我扒了他的顶带花铃 是 慢 钱大人 下官虽然只是个小小知府 可也是皇上恩贱的朝廷命官 夺我的顶带花铃 大人恐怕没有这个权柄 给我动手 钦差大人如此不问青红皂白 莫非要无罪而诛 还敢说无罪 我问你 在你的大牢里灌了这么多的简便党 是怎么回事 回大人话 地方乱党启示 反叛朝廷肃清匪幻是卑职职守所在 哼 巧言吝啬 既然是肃清匪幻 那为什么交了银子便可以释放 大人 叛匪之首恶自然要严办 而对邪从之中刻以罚金令其毁过 也不失为治匪一法 就是当今圣上也有罚奉事成的先例 刘德成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别以为本钦差就奈何你不得 我告诉你 我不但要取了你的顶带花铃 而且我还能要了你的脑袋 来人 对 给我取王命棋牌 是 给我取王命棋牌 绿营降便听令 在 给我生气放炮 杀了这个狗官 秦柴大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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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柴大人 要想活命便与我从十招来 不得有半句抵赖 卑日不敢 陆台的考工 请好 大人 山东境内 却曾出过几个反叛朝廷的简便党叛匪 但早已肃清 可辅台国泰大人一口咬定匪患政治 延命周县通力疾纳 并受益可用保押银子抵罪 他还派下份额限期结案 卑职所下地面更需为其他周府表率 看来你们是拿不到简便党 就派人四处强行剪掉百姓的发便 然后无名为匪收取保押银吧 大人明见 卑职出此下策实在是献命难为 都是实话 刘德成 尽管你罪不可赦 可本官还是给你指明一条生路 把所有在押的百姓全部无罪开释 并不准无名为匪敲诈百姓 再就是大胆检举国泰将功者罪 卑职记住了 记住 圣旨未到之前 你依旧可以当你的差 谢大人 国泰啊 这简便党花明册是怎么回事 没有怎么回事 一会儿暴民乱党 如此而已 一会儿暴民乱党 为什么交了银子就没事了呢 山东简便党起事 已成蔓延之事 下官不得不轻力追剿 地方之匪 自有地方之法 以银抵罪也是有利可循的 只不过所罚银两 尚未来得及入库封存 这何罪之有 好 带进来 终成 人心似铁 王法如炉 卑职早就供认不讳了 各位乡亲 大家都听好了啊 钦差何大人 知道你们被官府捡了辫子 被迫又交了保鸭银子 现在只要大家肯签字画鸭 就把银子如数发还大家 请各位都来认领吧 我现在叫谁的名字 谁就上来领取 周大贵 李二牛 吴山魁 这位老人家 你过来 老人家 不 你就来吧 我不去 来来来来 大人 小老尔乃是个破络之人 哪能跟当官的说得上话 老人家不必隐瞒了 你分明是被官府当捡辩党所拿 交过保鸭银子的吧 不不不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好 我说老人家 你怕什么呀 这又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老人家不必心存疑虑 想你偌大年纪 就是想当叛匪 怕也力不从心 你这个简便党 分明是被人冤枉的 所交的保押银子 理应如数退还 大人 我跟您说实话吧 我是变卖了田产 交了保押银子 才捡回这条老命的呀 如今我是没田没产 四处接待 我真是生不如死 大人 我实在是冤枉啊 冤枉啊 我冤枉啊 我们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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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快快请进 快快请进 老人家 这是你交的保押银 现在退还给你 赎回你的田产吧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了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了 刘全 诺赛赛 按名册 发音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一个人庆天大老爷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皇上 和珅的折子到了 这回不会是一无所获了吧 皇上一看便知 污名为匪敲诈百姓 是乃矿骨齐吻 起来 谢皇上 皇上 臣觉得尸体重大 不敢写提药 原则送进来了 国太 国太竟敢强行 捡去人家头上辫子 污名为匪 然后收起保押银子 这个国太 实在太肆无忌惮了 活该他撞在了 和珅的刀口上 国中厂 何大人让我给您送一坛酒来 何大人让您送的酒 是啊 他说您最喜欢这山西杏花村的焚酒 特意烧来的 来人哪 我有话说 中厂有什么吩咐 我要见何大人 皇上 以臣弟之见 和珅在石都府这个案子里 插手太深 真要是插出贪员 没准会把他给咬出来 不是没准 是一定会扯上他 皇上 和珅这个奴才为咱们打青鸡 也可是煞费了苦心的 果如皇上所言 他恐怕脱不开干系啊 老五啊 你是个厚道人 这点干系 如果和珅还不能自己了断 那他就不是一个有用的奴才 是正看错的人 还联系他干什么 要是前锋 真能查出一两个来 那倒也能来个敲山震 真是担心的 这个杠头啊 到头来 还是一事不成 何大人 你见不见他 我管不着 不过你要是对他有半点瞻寻顾盼情状 钱某一定参你个回虎贪官之罪 既然如此 钱大人就跟我一块去见国太 如何 好 来啊 带国太 何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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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太兄请坐 郭太兄请坐 郭太兄有话跟我说 何师兄我有冤 有什么冤 不妨说说 秦大人稍安勿躁 听他说说总也无大关爱 山东确有简便党啊 郭某通令各州县合力追缴 原是为朝廷效命 只不过周官贤立 求公心切啊 烂谱百姓刻意罚金致使民怨发声 郭某正要降察下情 有所补救吗 二位钦差大人不期而至 对郭某是抄家拿问啊 你这样一来 我岂不是 连个反共自省的机会都没了 郭太兄 郭太兄不要言辞狡辩 也不必心存侥幸 我实话告诉你 你的作为刚技难容 你就是再能言善辩 也难逃干系 秦大人 你如此比一只下官与死地 未免不够敦耗吧 郭太兄听我一言 眼下还未到给你拟醉的时候 我黄英明睿智 对内外陈公最看重忠诚二字 向来犯小过而百般抵赖者 必处重刑 犯大过而能诚心服罪者 往往从轻乏落 况且郭太兄为封疆大力 自然 要由刑部 大理寺 督察院 会同办钦差一道合议 郭太兄 若能赤城悔过 一切无所隐瞒 我等 在皇上面前 自然也好奏对一些 不知郭太兄以为如何 我听何大人的 好 山东之事 固然首罪是在巡抚郭太 与番内耳司 但你们也休想拖得了干系 虽然你们是奉命行事 所得银两也全数上交 并无贪莫情弊 但你们为什么不向朝廷举发 这就是罪 除济南府刘德成案发之日 毁无较早 且能协助钦差办案 略有威攻之外 诸位 都必须写出伏辩折子 听候朝廷处置 还有一宗务必谨记 圣旨未到之日 而等依旧待罪办差 谁要是敢在差事上有所懈怠 那就是罪上加罪了 卑职不敢